藉由展览照片的呈现,带您认识李友邦将军与严秀峰女士的故事 李友邦将军与严秀峰女士在动乱离散的大时代里 虽然身逢沙场、死别、婴虑,却始终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斗不懈 这一对勇不妥协的战士从大悲、大冤到大爱 动人心魄的气节值得赞赏和流传 李友邦将军是新北市卢州望族之后 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台籍将领 台湾光复后,其手带领的台湾艺人队 将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吸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伸具异议 李友邦的事迹在台湾近代史 台湾光复后的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定位与贡献 颜秀邦女士是杭州丝绸殷商的独生女 19岁成为抗日女兵,参与东周沙保卫战 她和丈夫在对日抗战期间相恋 光复之后,李友邦将军却在白色恐怖中遭到乌陷身亡 颜秀邦女士也做了15年的烟狱,甚至在狱中产下一子 和了喜刷丈夫的冤情,她出狱后坚持讨回历史公道 为声中人权正义积极奔走,还原真相 成立纪念馆与翻译社,以生命见证台湾近代史 法界新闻记者,莱伊荣台北财富报道 法界新闻记者,莱伊荣台北财富报道